说讯息系有节律点传给薄金氏纤维再传给稀释素吗 反了 节律点先传给稀释素 稀释素在心脏的中间 这就是稀释素 写个锡 然后它才从心间的往上传到薄金氏纤维 所以薄金氏纤维跟稀释素写反了 先到稀释素再到薄金氏纤维才对 薄金氏纤维就分叉到整个心释去 所以 A形象先到稀释素再到薄金氏纤维 这是18题的A 18题 讯息传递过程让心释跟心房怎么收缩 我们之前在画心释心房的时候是这样画 这是心房 心房呢 要从上往下收缩 此的血液被打到心释里面 但是你的心释呢 必须由下往上收缩 心释是由下往上收缩 才能把血液打到动脉里面 所以呢 讯息传递过程 心释是由下而上收缩 而心房呢 是由上而下收缩 OK 这个收缩的方式方向 会决定血液的推几的方向 心房的血要往下推 心释的血要往上推 所以决定了收缩过程 它的收缩由上往下收缩 还是由下往上收缩 所以这里B跟C要改成这样子 心释由下而上 心房由上而下 所以这里B是错的 B才是对的 这是第18题的B11 B11 B11